我是熟食者 然后呢 对熟食者来说 在中国比较难的 就是你 有那个美食的 能吃美食比较少 因为就是 很少熟食者的可以选择 然后呢 我那个时候 我要出去吃火锅 每一次就 吃火锅的时候 那边他们的肉 还是会有什么 动物肉的 所以我就 没有尝过火锅 因为我尝不了 然后那个时候 然后他可能发现了 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 邀请我去他家 然后他自己准备了 那个火锅 然后都是那个芹菜的 然后让我试了 这个行为 真的让我太感动了 他就是 我讲过 可能在中国 最善良的一个人吧 然后但是 我们的年纪太差 那个我们中间的 那个年纪是 很多那个差距的 我可能那个时候 还没有二十岁 但是他可能已经 四十多了 但是还是 我们两个那个 中间的那个 优异是太深了 我真的太 感谢有他 然后 但是疫情后 我回去了 然后 然后我来 现在来成都 也可能 一段时间了吧 快 十个月 快一年了吧 快一年 然后来成都 我也发现 很多这样的人 我一来 很多人会帮忙我 主动找我 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如果 我就出去 那个时候 我可能 来成都后 我还是很多时候 会迷路之类的 然后他们会 主动来 帮我的 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他们可能 好像也不会 说英语 但是他们还是 事实 然后有的时候 那个阿姨 他们还会 那个用他们的手机 跟我那个 沟通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说 阿姨没事 我会中文的 你可以跟我说中文 我还会 这个知道 所以我来成都后 也有很多 这些经历 很多中国人 帮过我 然后呢 也带过我 出去玩 所以我觉得 来成都后 还是来中国后的 我的感觉 是一个 特别温暖的感觉 他们就是 每次会让我 那个 很深刻的 友谊的感觉 啊 遇到了很多 很热心的人们 非常感觉 很乱心 啊 明白 那感谢斯达 给大家做的分享 我们下期间 感谢了 我们下期间 我们下期间